最核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汉美内衣之后 我要掌控达到7000亿的 这个财富和石油 然后让习四成为那个 到现场来出席的 访问的 而且向伊朗政府承认宣布 我们愿意把这权利给莱西 这件事让习是有条件的 我可以给你背书 我也支持你莱西 我也同意把中国的石油 继续给你做 这些财富归你掉薄 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 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个但是太机密了 第二条 莱西提出来 他要对以色列动手 他要气球 他要更多的无人机生产线的技术 他要的动手 习非常清楚的告诉他 气球可以给你 生产线都可以给你 但是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办 中共认为 把整个伊朗南部几个码头 军事基地 出游港 特别是跟那个阿联酋中间的几个岛的几个军事港 还有上面那个岛上 还有已经有的军事基地 航空基地 已经荒废了他 说必须无条件的 租给我一百年 一分钱没有 就是共军要入住伊朗南部 霍斯曼 霍斯曼 叫阿利亚港 还有他那个 有阿里丘之间那个小岛上有一个军用机场 你看他上面都有 是这个二战后荒废的 现在已经是地下工程快完成了 包括伊朗的那个石油储备港 它全部都要接过来 这就对巴基斯坦啊 还有这个一带一路啊 马六甲海峡啊 甚至对整个大运河 埃及大运河都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 第三条提出来啊 习太阳 整个伊朗的现在通信都是华为的 是吧 现在要把伊朗的所有通信 要国家宪法化 任何情况下 你不能提出我华为 必须要永久式的 你啥情况下 你不能提出我华为 你拿什么做担保呢 就是我的军事基地 也要永远的宪法化 就我到你国家去的军事基地 任何情况下 你不能把我撵走 你撵走我就跟我开战 我的通信也是永久的 然后你的石油 特别是伊朗的好的那些油 特别棒的高质量的油 特别特别好的油 也是签订个百年计划 然后呢 要求伊朗的所有的石油 一半要给人民币结算 一半中共来安排 欧元或其他美元 他们叫做 他们叫做国际货币付系统 就新加坡公司带支付 韩国公司带支付 卢森堡的公司在支付 或瑞士公司 一半我来帮你支付 莱西这三条都答应 第四条 要求伊朗 必须要把数字化人民币 和整个共产党支付系统 成为伊朗的所有的国家支付系统 而且要现法化 莱西以身体不适 说可能染上病毒 同时国内有听说 有造反的就回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